上当百年 七世大观 各位看官好 欢迎光临七世大观 今天是鲁迅系列最后一集 看过前边几集的不少看官都说了一个点 说七世大观真能挖料 颠覆了大伙对共党树立的文化界这位英雄模范的观感 也就是说呢 我们说的鲁迅故事和共党宣教的完全两回事 那好 今天收个官 咱们看看真正的大师说他什么 当然了 还有他自己承认了什么 好 有请刚刚关注我们节目的看官 先订阅一下 按下小铃铛啊 然后接着看片 谢了 书归正本 从鲁迅的一生看 他是个比较复杂的人 还真没法简单的用好和坏来评判 平心而论 他的一些散文还是不错的 但是他的杂文却有着一股阴郁之气 正如他自己所言 因为有着让他一生痛苦不堪的驱赶不散的鬼气和毒气 所以让很多人难以喜欢 不过呢 这些还不是最要紧的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嘛 鲁迅家乡绍兴人爱吃臭冬瓜 是名菜 您拿给北京人就受不了 可您把老北京的豆汁炉煮端上江浙人的饭桌 他也不敢领教 是吧 这是地方特色的痴 文章 文风 文采也一样道理 但鲁迅作品最应该被诟病的 不是他技术水平高低 而是他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彻底否定 这就牵扯三观问题了 而且可以说是一害无穷 大师梁时秋曾经和鲁迅发生过比战 他在《关于鲁迅》一文中如此评价老鲁说 鲁迅一生坎坷 到处碰壁 所以很自然的有一股怨恨之气 横跟胸中意图为快 怨恨的对象是谁呢 礼教 制度 传统 政府 全成了他泄愤的对象 而且因为他没有健全的思想基础 以至于被共产党的潮流卷去 失去了文艺的立场 关于鲁迅的作品 梁先生认为 比较精彩的是他的杂感 但是其中有多少篇能成为具有永久价值的讽刺文学 也还是有问题 梁先生还认为鲁迅的文字简练而刻读 但作为一个文学家不应只是谩漫而应有积极的思想 然而鲁迅除了消极的态度还是消极的态度 而且个人公结的成分太多 宅心人后缺失 缺少文学家应有的胸襟 对于阿Q正传 梁先生认为 这算是鲁迅最好的短篇小说了 但他不认为阿Q是典型中国人的代表 可以说 大师梁石秋对鲁迅的杂文散文小说的评价 基本上都很客观严谨 的确 阿Q的劣根性 耀中的华老栓的愚昧 虽然在当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但在中华民族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并没有典型意义 然而 鲁迅却将我们五千年灿烂的文明史总结为两个字 吃人 这不等于全盘否定老祖宗了吗 中国人的祖先和文化就是在吃人的历史中走过来的吗 照他的说法 我们怎么能被全人类公认为四大古文明之一呢 而且是唯一延续下来的呢 当然鲁迅说了也不算 但他这样总结不极端不偏颇吗 没关系 有人喜欢他这块牌子 于是鲁迅被共党推上反封建 反迷信 反独裁的先锋 新文化的棋手这座魔坛 由他的杂文为引导 共党要培养的仇恨心理就这样在中国的土壤中成长起来了 不要说当时鲁迅定义的中华文化吃人被行家一笑大方 就是拿到今天 不提老鲁名字 这么损祖宗 爱国粉红也不答应啊 退一步说 中华传统文化一向教人要遵照仁义理智信行事 万不可放纵人性中的顽劣 到了鲁迅生活的时代 共党邪说流行 人心开始变坏 不再听从先贤教诲 导致道德下滑 丑事增多 罪在世人 中华文明就在那儿啊 没变是人变坏了 怎么能将罪责推在中华文化身上 那么 全盘否定中华文化的共党骑手鲁迅和民族魂的称谓 就远的不搭界了吧 大家都活在当代 就说唐山这起多个流氓大厅广众往死里打女孩子的事吧 视频大家都看了 作为有道德有良心的您 肯定和山哥一样怒得不行啊 为啥 咱们好人心里有文明道德底线 看着流氓暴打女孩还没人管 就是受不了又帮不上手啊 要说谁看了能无动于衷甚至叫好 那就是老鲁说的吃人了 人的道义全失 这种已经不能叫人了 可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错吗 那些流氓恶棍不是共党邪教文化教育出来的吗 连鲁迅自己也在他和徐广平的两地书里说过 我的作品太黑暗了 因为我常觉得唯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 却偏要向这些做绝望的抗战 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 我所说的话常于所想的不同 至于何以如此 则我已在呐喊的序上说过 不愿将自己的思想传染给别人 何以不愿 则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 而自己终不能确知是否正确之故 看官 您了解了吧 其实人在偏激 夜深人静时 都能看到自己真实的内心 列位 咱们也看看外国名人怎么说我们祖宗业绩的啊 17世纪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斯来华夏 依照他的笔迹 我们就知道鲁迅笔下吃人的中华文化 曾经如何让老外羡慕不已 安文斯说 中国的版图极其广大 中国的历史非常悠久 中国的语言文字优美 中国的典籍丰富 中国人有礼貌也有教养 中国水运便捷 公共工程完善 中国工艺制造精美 中国物产丰富 中国圣人孔子影响巨大 中国政治发达 君主伟大 北京之建筑相当宏伟 这位安文斯谁呀 咱一说他葡萄牙原名 您就有联想了 他葡名叫加布里埃尔·麦哲伦 想起来了吧 对 他就是葡萄牙著名探险家斐迪南·麦哲伦的后裔 安文斯是他的中文名 他1640年就来中国传教了 先在成都建立了天主教堂 后来还为张献忠政权服务过 也是他 北京宣武门天主堂之后 在王府井八面槽那里 修建了北京城区第二座天主堂 正名叫圣约色堂 俗称东堂 骑士大官认为 作为一个真正有责任感的作家 在对国民性进行批判的时候 如果不能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改正的方向 只是一味地批判埋怨 那么就会造成消极的后果 让人潜移默化地接受中国人的所谓劣根性 认为中国人等低 愚昧 自私 狭隘等 可以说 鲁迅在社会责任感方面是比较缺乏的 在他讽刺 嘲弄 谩骂 攻击的时候 胡适 蔡元培 傅思年等大师却在揭露黑暗的同时勾画出了光明的方向 并且身体力行 鲁迅给予读者的除了阴郁抱怨外 还有什么呢? 您看了我们四集鲁迅 可能会联想到 有多少人 特别是价值观正在形成时期的 懵懂少男少女 不是拜鲁迅所赐 接受了旧社会是黑暗的错误观念 进而否定了我国灿烂辉煌的文化 又有多少人像阿Q那样学会了精神自我麻痹 当人们带着鲁迅免费送的深色墨镜回望中国古代社会评价自己同胞的时候 又怎能看到阳光和文明呢? 可以想见 接受这样教育的年轻人会对自己老祖宗的文化 过去的历史产生怎样的印象? 可以说 鲁迅至少影响了中国两代支持分子和作家的三观甚至人生道路 梁世秋深刻指出 鲁迅从不批评共产主义 这也是不假的 他敞开着这样一个后门 所以后来共产党要利用他来领导左翼作家同盟时一拍即合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 他以生硬粗陋的笔调来翻译俄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 经过这一段时间 鲁迅便深入共产党的阵营了 梁大师认为 鲁迅没有文艺理论 首先是以一团怨气为内容 继而是奉行苏俄的文艺政策 中乃完全听从苏俄及共产党的操纵 鲁迅则认为 文学是有阶级性的 他极端反对文学是表达人性的观点 认为文学是改造精神 推动社会变革的武器工具 老鲁的这个观念 和马主义何其相似乃耳啊 也证明他受共产思想影响之深 鲁迅也的确不断地为苏俄和共产革命的血腥和残暴辩护了 他明明知道苏俄肃反中大规模的杀人官人 许多人 包括许许多多知识分子被整得家破人亡 流离失所 可您听他怎么告诉年轻人的 他说 像这样对反东派绝不怜悯的无情打击不仅是必要的 而且是最为正当的 正确的战法 是有坚强的意志的战士所不能不采取的斗争方法 怎么样 您听出来了吧 这和老毛一辈子鼓吹的阶级斗争论如出一辙吧 鲁迅还在他的文集《且戒庭》杂文中的《达国际文学社问》一文中 提到自己对苏联的一些相关问题的看法 您再听听他怎么说的啊 先前旧社会的腐败我是觉到了的 我希望这新的社会的起来 但不知道这新的该是什么 而且也不知道新的起来以后是否一定就好 待到十月革命后 我才知道这新的社会的创造者是无产阶级 但因为资本主义各国的反宣传 对于十月革命还有些冷淡并且怀疑 现在苏联的存在和成功使我确切地相信 无产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 不但完全扫除了怀疑 而且增加许多勇气了 但在创作上 则因为我不在革命的漩涡中心 而且久不能到各处去考察 所以我大约仍然只能暴露旧社会的坏处 他接着说 我看苏维埃文学是大半因为想少借给中国 而对于中国现在也还是战斗的作品更为紧要 三 我在中国看不见资本主义各国之所谓文化 我单知道他们和他们的奴才们在中国正在用力学和化学的方法 还有电器机械以拷问革命者 并且用飞机和炸弹以屠杀革命群众 高度认同苏联和共产主义的鲁迅 一再抨击民国政府 却忘了正是政府为他提供了自由创作的环境 甚至不曾因为他谩骂政府而将他下大狱 各位再看看老鲁吹捧的共党政权 今天是怎么对待知识分子的 咱们真是不知道这位眼睛长在了什么位置上 文映其心 以鲁迅坚力眼神看阴暗面的技能 恐怕不只是认知上出了问题这么简单 依其实大观看 老鲁已经掉进了共产深坑 是内心甘于为共党发声为己任的 我们知道 毛泽东代表的共党宣扬的核心之一就是暴力革命 要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而左翼文人鲁迅则声称 要和吃人的中华传统文化彻底决裂 也就是彻底否定传统社会的人伦道德 行为规范 善恶标准等等 老鲁老毛这不妥妥的一脉相承了吗? 因此可以说 鲁迅之所以受到老毛和共匪的青睐 最主要原因就是他否定中华民族根基的传统文化 反而为外来的苏俄共产革命辩护 他的杂文和小说散发的怨气和诡气 恰好遇到了毛泽东这个知己 难怪二人虽然从未谋面 但毛却深情地说 我的心和鲁迅是相同地 这也就难怪老毛和共党要把鲁迅数为思想文艺界骑手 也难怪文革时红卫兵 革命小闯将们将鲁迅视为精神教父 那个时候被捧上神坛的除了毛雨露就是鲁迅教导 这就叫臭味相投吧 共同的思想基础 共同的仇恨毒素 把二者紧紧相连 各位看官 您看那些至今一副战狼姿态的网站和社交媒体 很多人都是在斗司批修 批林批孔环境下熏出来的 对仁义理智信 忠孝结义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中华传统文化精神 斥之以鼻的人群 所作所为当然会造成社会道德一日千里下滑 看看封县铁链女 唐山官黑一家打杀女孩的恶行 不都是被共党和他的同路文人鲁迅们洗脑后的结果吗 不过呢 可笑的是 共党见证后 毛和共党对鲁迅变了脸 不喜欢了 就像鲁迅自己写诗《赠乌奇山》中的那句 一阔脸就变 所砍头见多 他是诋毁国府的啊 时过境迁 拿来说共党人一阔脸就变 正好是讽刺 夺权了嘛 乌奇山大家还记得吧 就是上集说的鲁迅密友 日人内山顽造的中文名 据2001年鲁迅儿子周海英所写《鲁迅与我70年》记载 1957年毛泽东在上海 作写理事罗继南问老毛 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 他可能会怎样啊 老毛笑答 以我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 要么他识大体不作声 咱不知道鲁迅在地之灵 听了他为之鼓吹的共党头子毛小弟的讥讽会不会弃诈 此外呢 曾被打成胡锋反革命集团成员而入狱的作家牛汉 在《我与胡锋集团》一文中说 1949年或1950年夏天 有读者向人民日报文艺部提问 如果鲁迅活着 党会如何看待他 收信人是编辑李黎 几个友人会面时曾给我们看过这封信 此信后转请国务院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郭默若答复 郭默若的回答是 鲁迅和大家一样 要接受思想改造 根据改造实际情况分配适当工作 山歌看到林辉教授的这两条举证不禁被老毛和老郭的霸气给气笑了 鲁迅五集系列故事讲完了 毋庸置疑 如果鲁迅不幸活在当下 不选择闭嘴 一定会成为共党的阶下囚 让我们拿唐涛在所义里面提到的鲁迅自己的一段话 来做个完美总结吧 鲁迅说 一个政权到了对外屈服 对内束手 只知道杀人 放火 禁书 掳钱的时候 离末日也就不远了 他们分明地感到 天下已经没有自己的份儿 现在是在毁别人的 烧别人的 杀别人的 抢别人的 越是凶 越是暴露了他们悲怯和失败的心理 这也算是对共党看走眼的鲁迅提前对共党即将覆灭的预言吧 谢谢您收看《七十大观》 如果喜欢我们节目 敬请您点赞和分享给朋友哈 各位看官 咱们下集再见